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分享365天的篇幅 每天分享一则历史故事和一部隐居作品 但也了解历史上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哦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历史小白大西 我又来啊 大西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讨论这部电影 我相信你一定看过 为什么 因为呢这部片是我们两个一起看的 哦好哦 对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是 石冰赛 但这部 你睡死了 好像是哎 对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你睡死了 但是我们两个一起看的啊 那我都睡死了怎么可以算是一起看 不是啊 我在梦里看到他 好所以你对这部片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大概开头跟结尾吧 很模糊 等一下你那天是因为你很累 还是你觉得电影很无聊 很累 我非常想看但我那天很累 那你为什么会想看的 当初想看的理由是 因为我是历史小白啊 那小白就是 你上历史课会睡着 那看电影 至少他是用另一种形式 哦就比较快速的能够了解 比较好吸收 OK 那你应该知道说这部片的故事的主角 应该是在讲戴安娜王妃吧 当然 所以你是为了要快速了解戴安娜王妃 所以想要看石冰赛这部片 对 是这样子哦 那你看的时候你应该会很傻眼吧 因为毕竟石冰赛这部片 它不是在讲戴安娜王妃 它完整的一生这样子 哦对啦 可是我也没有算完整看啊 因为我最后睡着啦 好啦我们今天要聊的电影呢 是在2021年上映的石冰赛这部片 这部片蛮特别的就是说呢 它的故事虽然是在讲英国人的故事嘛 戴安娜王妃嘛 但是呢 它是一个智力级的导演 帕布罗拉瑞恩所指导的 那我当初在看石冰赛的时候呢 蛮多的人呢 都是在注意就是说呢 是谁来演石冰赛 也就是谁来演戴安娜王妃嘛 结果那个演员一公布啊 就克里斯丁史多华的时候 很多人就惊呼就说 他会演的成功吗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暮光女 不欸因为我觉得 好我跟你讲 就很多人会想说 我没有啊 我跟你讲一般的观众 对于克里斯丁 等一下你刚刚为什么要肥宅 我是我只是转换另外一个个性 就是说很多人对于克里斯丁史多华 真的他的印象就是停留在 暮光之城那个时候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他个人啊 我是说这个演员啊 他自己好像在演完暮光之城之后 就是一直很尝试的要努力的转型 所以他是接演了很多这种独立制片这样 那我觉得史兵赛也是他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尝试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导演啊 帕布罗拉瑞恩啊 他之前有一部作品也是在奥斯卡上面呢 蛮受到讨论的哦 就是第一夫人的秘密 哦 对这部片就在讲那个甘海迪夫人嘛 甲鸡的故事 嗯 那主演呢就是最近拿起雷神之锤的那一位纳塔利玉波曼 嗯 因为我当初在看第一夫人秘密的时候 我个人就非常的喜欢 然后很大原因呢 就是说他虽然在讲甲鸡 但是他的故事并不是完整的跟你讲说 甲鸡从出生啊 怎样啊 然后成长啊 到最后面啊 就不会只是无聊的传记这样 对 他就是挑选这个人物 他生命之中最关键 也是最精彩 也是最多人讨论的那一个时刻这样子 那所以呢 甲鸡我们都知道说 哦 他是甘海迪总统的夫人嘛 那甘海迪总统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被刺杀嘛 对 那这个女人在他的先生被刺杀的那个当下 哦 这个女生啊 这个女性啊 他该怎么样去勇敢的继续 面对这他的群众啊 嗯 或是怎么样面对他自己先生的死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传记故事有趣的地方啊 就是说你与其去把他的所有的一生 全部巨细密一一的把它拍出来哦 但是你只要锁定这个人的最重要的时刻 我觉得基本上那个的戏剧张力是很够这样子 嗯 所以之后可能会有安倍晋三他老婆的传记电影吗 那我们就看看帕布罗拉瑞恩会不会想要倒啦 好哦 那我anyway总之呢 我当时在看死兵赛的时候我就有预期 就是说他会不会也跟第一夫人的秘密一样 我觉得还蛮像的 嗯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呢 这部片他是锁定在戴安娜王妃他在1991年的12月 这个一般的家庭也是一样嘛 哦 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过这个圣诞节嘛 嗯 所以当时呢戴安娜王妃呢 他就参加了英国王室他们所举办的圣诞节的假期 嗯 当时戴安娜王妃呢 他就前往了诺福克郡的桑德利涵府这个地方 也就是英国王室的一个行宫哦 嗯 去跟其他的英国王室成员度这个圣诞假期 那我觉得这个的时间点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大原因是因为呢 在现实生活中1991年的12月 戴安娜王妃他去参加这个圣诞假期 嗯 是他跟英国王室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我们是家人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一起过圣诞节的最后一个场合 所以就是说呢在现实生活中啊 戴安娜王妃在这一个聚会之后啊 隔一年他就跟查尔斯王子开始分居了这样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在现实生活中是在1992年的时候呢 开始分居 嗯 到了1996年的时候呢才正式的离婚 嗯 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说其实戴安娜王妃 他最后是跟查尔斯王子离婚了 嗯 那所以1991年的这个12月这个时间点呢 对他来讲哦你就可以知道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在这部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戴安娜王妃他因为他跟查尔斯王子的关系非常的紧张 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呢 后来的有些媒体呢在他们两个人离婚之后呢 也有针对戴安娜王妃去做专访啦 那戴安娜王妃他自己呢也有透露说 他当时呢就是因为压力很大 所以就一直狂吃东西 然后染上了所谓的暴食症 嗯 那大家会想说暴食症不是应该要一直狂吃东西所以会变很胖嘛 就跟就跟我们两个一样这样子 诶怎么这样子说 但是呢实际上暴食症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狂吃东西可是他最后都全部吐出来这样 所以反而会瘦这样 那这样算有点暴食又厌食耶 意思是说你吃下去是不会被消化的 可是他又因为要透过吃东西这个动作 发泄 来发泄然后来舒缓他自己的压力 所以呢你会知道说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病态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好羡慕哦 什么好羡慕 诶这样我可以吃很多美食然后再把它吐出来 重点就是因为 还不会变胖耶很棒耶 不是啊重点就是因为食之无畏啊 你只是为了要吃东西 所以你开始狂吃东西这样子 好哦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蛮有趣就是说呢 你仔细去想想就是说 为什么戴安娜王妃要透过吃东西 来获得他这个压力的释放 因为没办法去运动嘛 没有我跟你讲 那是因为呢 据他本人表示啊 因为你用其他东西很明显就会被人家看到啊 哦所以只能吃然后塞到肚子里 不是啊 这意思是说好假设你酗酒 嗯 那你平常这个可能公开场合 你就被人家看到说 你这个人怎么ㄎㄎㄎ的嘛 哦 可是暴食那不会被记者拍到说 诶 戴安娜王妃在暴影暴食耶 当然不会啊 因为他私底下这种吃饭的场合 其实应该都很正常在吃啊 嗯 可是他的暴食症是 等到夜深人静 没有人的时候 他不在公开场合暴食 他不在公开场合的时候呢 他就私底下就会跑去厨房 然后挖这些冰箱里面的东西来吃这样子 哦 所以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啊 嗯 但是你也知道说 我们刚刚这样提到嘛 就是说呢 他狂吃然后又狂吐 所以好像身材上也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一般大众外界来看戴安娜王妃的话 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嗯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他染上这个暴食症 你也会很心疼他 这样内上机能会损坏 对啊 就是身体会搞很差嘛 哎 可是外面的人又看不出来 所以我们又不知道说 他到底是不是受到了什么样的 哎 不平等待遇等等啊 所以这个压力都只能往肚里吞的感觉 真的耶 好贴切哦 对啊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死兵在这部片啊 嗯 在这个时间点大纳王妃要去跟他关系 已经非常不好了 比如说婆婆啦 或是王室臣云啦 或是他这个感觉要出轨 好像实际上也出轨的先生 嗯 他到底会是承受多大的压力 嗯 去这个聚会 哦 你看我们平常那种过年的时候 对不对 都要跟亲戚演戏了 都要跟亲戚演戏了 可是你跟亲戚的关系 真的有那么不好吗 你只是觉得他们讲话很烦而已 不怕就敷衍他而已 可是哎 你想想看哦 大纳王妃他是完完全全被排挤的哦 其他人是对他冷眼相待 因为毕竟是嫁进去的人嘛 然后你又搞出一大堆事情 那如果是英国王室的观点来说的话 我要挺谁 我当然是挺我们家里面出的这个儿子嘛 也就是查尔斯王子啊 当然 所以他当时为什么甘愿忍受其他的王室成员 冷眼相待 很大原因是因为呢 他想要去看这两个儿子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威廉王子跟哈利王子 嗯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我非常推荐很大原因是因为呢 他的故事虽然是以真实的历史作为基础哦 但是他的剧情多半都是以虚构杜撰为主这样 而且我觉得更有趣就是说呢 他在剧情之中也会穿插 英国历史上一个 嗯 蛮有争议的君主 也就是亨利八世 跟他的前妻 众多感情世界 花花世界的其中一个女人啊 哦 安妮柏林之间的这个关系来 嗯嗯 对比到 丹安娜王妃跟查斯王子之间的那种非常紧张的关系 嗯 所以整部片我觉得很有那种奇幻 然后那种不真实的那种感觉 可是他又是真真确确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在剧本的安排上面啊 或是整个电影的呈现上啊 摄影啊 或是角色啊 或是这些演员们哦 特别是克里斯丁史都华 或是其中也有参与演出的沙利霍金斯 嗯 这些我觉得都是实力派演员啊 诠释这些人物的那种心境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看了非常的感动 嗯 然后我们也都知道说嘛 啊这个克里斯丁史都华在这部片里面 啊很多人会说什么 啊他会不会是花瓶啊 啊会不会就只是一架子而已啊 嗯 但是呢他在奥斯卡上面呢 是入围的最佳女主角嘛 虽然最后面没有得奖哦 但是至少是他第一次入围啊 入围就是肯定 入围就是肯定嘛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克里斯丁史都华 我们就不要再把他当作是暮光女了好吗 啊那既然我们提到的史冰赛这部片呢 我们就顺势带道就是有关于戴安娜王妃 跟查尔斯王子 他们在1996年的7月15号 正式宣布离婚啊 嗯 那我觉得值得一提就是说呢 你如果看现在的一些历史资料 他们两个人正式对外公开离婚的讯息 其实是在8月的时候 嗯 也就是说呢 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时间点 实际上是英国的法院 他们批准了这两个人离婚 嗯 的关系这样子 哦 那有关这段孽缘呢 哦 我觉得要帮大家稍微交代一下 好的 就说呢 我们刚刚那一部电影为什么要叫史冰赛 是因为呢 这个是戴安娜王妃她自己原本的姓 嗯 那这个史冰赛呢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姓呢 她实际上是英格兰王室协同 有这样背景的一个家族 所以呢 戴安娜王妃她自己本身就有这种贵族的血缘关系就对了 所以在史冰赛那部电影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了戴安娜王妃她去参加这个英国王室的圣诞假期 嗯 他们那个房子啊 的隔壁 在电影里面也有呈现就是说 这个行宫的隔壁 其实就是史冰赛的老家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呢 其实戴安娜王妃她自己本身就不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 嗯 她就是带有贵族血统的一个女性这样子 嗯 那戴安娜王妃呢 她是在1961年的时候出生哦 所以她如果现在还在世的话 现在应该是61岁啦 那戴安娜王妃呢她在16岁的时候呢 在一个派对上面认识的查尔斯王子 嗯 然后在同一年呢 参加了查尔斯王子的30岁生日 言下之意 他们两个人是相差了14岁 嗯 大家想一下 就是说16岁一个女生 看到30岁的一个男生 哦 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她可能只是觉得我以为大哥哥充满魅力 然后anyway 总之不管怎么样就是她16岁这一年 她认识了查尔斯王子 但是只有认识 嗯 但是过了三年之后也就是戴安娜19岁的时候呢 她当时呢就受到了查尔斯王子的邀请 嗯 到一个地方度假大概一个礼拜这样子 两个人吗 当然不是两个人啊 当然就是说哎 我这边有一个啊 行工啦 或是哪里啊 你要不要来我家看猫的概念 类似 哈哈哈 反正就是她邀请到她家去这样子 那当时的查尔斯王子她很喜欢做一个运动 就是所谓的马球 所以当时呢戴安娜王妃她跟查尔斯王子 再度见面的时候呢是在这个马球场上面 嗯 看到的这样子 嗯 然后呢当时查尔斯王子呢就一直跟 戴安娜王妃聊天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也要稍微跟大家交代一下 就是查尔斯王子这个人嘛 嗯 我们这里都知道说她是伊莎白女王的大儿子 嗯 如果有一天伊莎白女王过世的话 那查尔斯王子呢 她是第一顺位的王位继承人嘛 嗯 所以她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被当作是一个 王位继承人的人选来栽培的 嗯 所以呢她也承受了很多压力哦 嗯 那当时跟查尔斯王子比较亲近的 其实是她的叔叔 也就是蒙巴顿公爵这号人物哦 嗯 那这个人呢 她是一个海军的军官哦 同时呢在英国王室里面也是 非常举足轻重地位这样子 那结果呢没想到呢 她在1979年的时候呢 就因为一次的出游 嗯 然后被爱尔兰的共和军给干掉了这样 你想想看啊 就是说我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很喜欢 跟她聊心事的一个长辈哦 嗯 结果是这样的一个下场 所以其实查尔斯王子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嗯 那当时呢 就是她失去了这个叔叔之后呢 她就把她自己的注意力啊 或是她的压力啊 会把一些心事的就是跟她的一个女性友人讲 那这个女性友人是谁呢 就是卡蜜拉这样 哦 那卡蜜拉呢就是现在查尔斯王子她的现任老婆 就是她现在的妻子这样子 所以她们很早就有奸情 就是说她们很早就认识 但是一开始是不是男女朋友不知道 但是她们的关系很亲密 嗯 就是说至少我们都可以知道说查尔斯王子她所有的那种心事啊 所有那种不愉快的事情都会跟这个卡蜜拉分享 嗯 然后他们两个人的兴趣也都非常的相近 嗯 所以其实哎这个话题都很合 然后两个人的关系其实也都不错 嗯 查尔斯王子呢甚至也都是把这一个卡蜜拉呢 当作是结婚的对象这样子 哦 可是呢因为卡蜜拉她当时呢 嫁给了一个军官啊 嗯 就是她已经是有夫之妇啦 哦 所以呢 查尔斯王子呢就是哎 虽然在那边闹啊 就跟那个女王啊 跟她的妈妈讲说什么 我不管啊 不管啊 我就是要跟她结婚啊 但是就是没办法嘛 嗯 所以她们两个人就被迫的分手这样子 哦 所以她们其实是交往过只是分手的 对就是啊 现实是残酷的 我们两个人不能在一起那种感觉 所以呢 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查尔斯王子呢 你看 叔叔过世了 嗯 又不能跟自己心爱的女人结婚 那不就自暴自弃了吗 就是非常非常的郁闷啊 嗯 所以呢 当时呢 她跟戴娜王妃 认识的那一刹那 就天雷 勾动地火 想说哎 这个人好像是一个还不错的对象哦 所以每天啊 就开始打电话给她这样子 哦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蛮有趣就是说呢 查尔斯王子啊 他实际上不是一开始就想要追 戴安娜王妃 嗯 其实是想要追戴安娜王妃的姐姐 哦 真的哦 可是呢 这个姐姐就是对她没有意思啊 所以呢 她开始想说 哎 为什么就是我们一起去找到她姐姐的时候呢 都好像有一个另外一个女生在这样子 嗯 所以说哎 打听之下才知道说哦 原来就是这个戴安娜这样子 怎么觉得有种备胎的感觉啊 不是啊 所以你想想想一下 就是说19岁 当时戴安娜王妃19岁 嗯 然后呢 当时查尔斯王子是33岁 嗯 所以19岁遇到一个33岁的人 哎 好像比我们在16岁的时候遇到一个30岁的人 好像 好像好啦 可勉强 好像还可以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 哎 也因为这个样子的关系 就开始变得感情热络啊 升温了这样子 嗯 那当时戴安娜王妃呢 她在毕业之后呢 就在一个幼稚园里面呢 当幼稚园老师哦 嗯 然后她呢 就跟几个闺蜜呢 在英国的伦敦租屋啊 哦 所以是非常非常平民作风这样子 嗯 然后据这个戴安娜王妃的闺蜜们的回忆表示哦 嗯 当时他们两个在热练期的时候呢 嗯 每天讲电话嘛 当时也没有像现在那么方便的手机啊 然后传LINE啊 所以就是 就是每天站着他们的那个租屋里面那些通电话 然后一直打一直打 一直讲 一直讲 然后每天就是 哎呀 我要找戴安娜啊 然后就是查识王子 嗯 要打电话过来 都每天跟他讲电话 这样 嗯 就搞了就是这几个闺蜜哦 就是好像对他就是有点不太高兴 嗯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呢 在1981年啊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 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是1977年 16岁的时候 嗯 戴安娜王妃16岁的时候嘛 哎 1981年的2月24号这一天呢 英国王室就宣布 查识王子跟戴安娜王妃啊 要订婚这样子 那他们的婚礼呢 就订在半年之后 也就是7月29号举行哦 当时呢 被称作是所谓的世纪结婚啊 世纪婚礼啊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呢 我们刚刚说了嘛 戴安娜王妃她是一个平民作风的一个人 嗯 打扮啊 或是整个人的行为举止 都是这种现代女性的这种表征 嗯 所以跟查识王子啊 这种英国王室 比较保守的作风啊 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说呢 当时戴安娜她也只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嘛 所以这场婚宴啊 为什么会被称作是世纪婚礼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呢 媒体就认为说 好像是童话故事一样 很梦幻那种感觉 那当时他们结婚完之后呢 戴安娜王妃她也是出席了很多这种工艺场合 所以那种亲民的形象就升职人心哦 当时的一般大众还有尊称她是人民的王妃这样子 就是对她非常非常的尊敬 尊敬到就是好像她嫁进去这个英国王室哦 整个那个风光啊 媒体的那种美光灯焦灼的焦点啊 好像反而是聚焦在这一个王妃身上 反而其他人都 所以你知道说 其实英国王室你难道不吃味吗 这样对啊 对对 说你看你嫁进来的人这么嚣张哦 应该会觉得你们放错焦点了吧大众们 对 而且我觉得然后就是说蛮有趣 就是大家可以去观察他们两个人在婚后之后的那些照片哦 嗯一开始确实他们两个感情非常非常好 比如说这个查尔斯王子嘛 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他的爸爸跟妈妈都很想要培养他成为一个得体 而且称职的王位继承人哦 嗯所以就把很多这种外交场合不是那么严肃的一些场合 就是任务呢 就是交给他嗯 比如说呢哦他有代表英国的王室去出访澳洲哦 或是大英国协的几个友好的国家这样子嗯 所以呢当时查尔斯王子就是有出国巡回这样子在世界旅行啦 那所以呢就有戴上戴安娜王妃嗯 那我觉得蛮有趣就是说呢 戴安娜王妃啊后来就是他跟查尔斯王子有生了大儿子嘛 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威廉王子嗯 啊当时这个还在这个墙堡里面啊 哭闹了这个威廉王子哦嗯 戴安娜王妃就是坚持着说我要带着他上飞机啊 嗯我要自己带他 你们这些王宫里面的那些什么奶妈啊保姆啊什么的 你不要给我管我就是要亲自的带小孩哦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作为一个幼教老师的一个坚持吧 嗯因为毕竟他自己的专业就是这个嘛 对啊不需要别人 然后他自己也很喜欢小孩嗯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观点来看的话 诶这个好像是一个心灵上寄托 嗯就说英国王室里面的没有人鸟我啊 嗯没有人理我没有人在意我 连我这个先生好像也没有什么心啊 然后要帮我带小孩啊 嗯所以我就只能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这个小孩身上 嗯所以我把这个小孩顾好的话 诶大家想一下就是说如果假设啦 查尔斯王子有一天变成英国的国王的话 嗯那这个儿子是不是就等于是 未来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嗯所以如果我今天我是他妈妈的话 诶那我是不是能够在这个英国王室里面有些地位啦 就占有一席之地了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样讲好像是 诶好像有点阴谋论哦 但是我相信啦 大家那王妃他是真的很喜欢他的儿子啊 然后而且这个后来又生了第二胎嘛 就是哈利王子这样 两个儿子啊对他来讲就是 他继续在这个家庭里面待的一个很大的原动力这样 嗯嗯 但不管怎么样了哦 大家那王妃他每天就是被这种狗仔八卦啊 媒体追逐啊 嗯然后王室的成员啊 也因为就是很多的美光针焦点 很多的焦点都是在他身上啊 然后讲到说王室的内部有很多这种凡文入籍啊 嗯嗯 那种很琐碎的生活规矩等等就让他一直都非常的不适应 那这样说呢 后续 查尔斯王子跟 但那王妃感情生变很大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查尔斯王子跟他的这个旧情人 也就是我们刚所提到这个卡蜜拉呢 藕断撕连哦 嗯 所以就在这个身心俱疲的这个状况之下呢 就是染上的我们刚所提到这个暴食症这样子 嗯就只能靠吃来缓解自己的压力这样子 嗯 那不管怎么样了两个人的关系 恶化到最后呢在1992年的时候呢 分居 也就是我们刚所提到这个史丁赛这部片 所发生的过不久之后的事情这样子 嗯 两个人分居然后就各自玩各自的 嗯 就是说啊你继续跟卡蜜拉继续在那边狗狗地 嗯 然后呢 但那王妃呢她自己她自己哦注意哦她自己其实也有一些不伦链 哦 被传出来哦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工内的人啊 啊或是一些八卦媒体杂志有捕捉到就是说哎其实 那王妃自己也有一些问题在这样子 哦 两个人就是很没有心要去维持这段婚姻了啦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在1995年的时候呢BBC她用了一些特殊的管道或是一些啊关系哦就进入到 但那王妃她的居住地然后去跟她进行的专访然后呢这个专访的过程之中呢 但那王妃呢就爆料了很多事情这样子嗯 包括了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叉思王子跟卡蜜拉继续的这样子的一个情节这样子嗯 当时呢他就说了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嗯 就说呢啊我觉得这段婚姻啊有三个人太急了嗯啊就是在这一个1995年的这一个BBC的专访里面就是直接讲出来这样子 嗯 然后呢英国王室在这一个专访结束之后呢他们也知道说哦这一段画面如果播出去的话哦一定会让这个英国王室很难堪啊 嗯 所以就是哎有去协调说你们拜托不要播啊或是你可以稍微删减等等哦但不管怎么样呢BBC后来他播出了这样子的画面之后呢英国王室的形象大伤啊 嗯 所以一一杀白女王呢他就写信给他们两个人啊就是建议他们好了你们两个就赶快离婚吧这样子嗯 在1996年的7月15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时间点的英国的法院就判决了戴娜王妃跟查尔斯王子离婚嗯 那我觉得也蛮有趣就是说呢哎那他们两个人离婚之后呢你知道英国王室有个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他的头衔怎么办 就王妃这个头衔吗对王妃这个头衔要怎么办啊因为毕竟他们两个没有婚姻关系的嘛嗯嗯然后这样说其实啊我们说查尔斯啊或是说戴安娜啊其实那个是非常简化的一个名字嗯 就说呢他们两个人的正式的姓名哦哦其实是非常非常长的哦我我我稍微念一下就是说戴安娜王妃他当时的全名哦嗯 我说全名哦哦他的名字叫做查尔斯菲利普亚瑟乔治的王妃殿下 威尔斯王妃和切斯特伯爵夫人康瓦尔公爵夫人罗斯西公爵夫人卡里克伯爵夫人伦佛鲁男爵夫人群岛领主夫人苏格兰王妃 等一下你刚刚说的这是一个名字吗 这个是戴安娜王妃他在担任王妃的时候的全名 好累哦我刚刚大概念了我这边的三行吧 然后查尔斯王子是我刚刚念了三行的两倍这样子对所以他的名字就更长了然后他可以去自己去查就知道了这样子 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啦哦他们两个离婚之后呢我们还能不能称呼他叫做戴安娜王妃嗯哦这个一直都是很多人在争论的事情这样子嗯 好但不管怎么样呢英国王室跟他谈的条件哦就是说因为当时的查尔斯王子他有一个称号叫做威尔斯亲王 戴安娜王妃他嫁进去之后呢他顺理成章就成为了所谓的威尔斯王妃嗯 就是说你是威尔斯亲王的太太嘛 因为是王妃这样子所以呢威尔斯王妃的这个称号呢是可以继续的沿用嗯 但是呢如果你要尊称他是殿下的话嗯那就是不行了这样子嗯哦 所以我们现在哎很多人可能听到现在可能会很困惑说哎他明明就已经离婚了 我为什么还会称呼他叫做戴安娜王妃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王妃这个头衔还是可以继续沿用 嗯那多提一点啊就是说呢哎我们刚有提到嘛 查尔斯王子他现任老婆是卡蜜拉嗯那卡蜜拉那怎么叫他怎么叫呢对因为王妃只能一个嘛 所以你总不可能叫他卡蜜拉王妃啊二王妃 对啊有什么有什么办法哦所以当时这个卡蜜拉在跟这个查尔斯王子结婚的时候呢这个头衔哦就当时就争论了一番这样子嗯 嗯那不管怎么样呢卡蜜拉现在的头衔叫做康瓦尔公爵夫人卡蜜拉那是因为呢康瓦尔公爵呢是查尔斯王子他众多头衔之中的其中一个这样子哦 所以呢哎他不能叫做威尔斯王妃 他就只能叫做康瓦尔公爵夫人这样子嗯但是不能叫做康瓦尔王妃啊什么这样子对我记得之前有人就是有提议过就说哎既然王妃已经被戴安娜拿走了嘛嗯那要不然就卡蜜拉当贵妃就好啦嗯就是有点降一级的感觉嗯但是啊anyway总之他应该不会甘愿如此吧我自己是觉得查尔斯王子根本不在意啊查尔斯王子他在2005年的时候跟卡蜜拉结婚也就是呢他在57岁的时候跟卡蜜拉结婚也就是呢他在57岁的时候跟卡蜜拉 终于结婚了哇你就可以看到照片啦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的照片查尔斯王子是笑多开心这样你再去对比到他在1981年的时候跟丹安娜王妃结婚的那个照片你知道说嗯他他现在真的过得很快乐这样嗯但不管怎么样啦就是丹安娜王妃他在离婚之后呢他在隔一年就跟埃及的一个富豪叫做多迪法爷之交往嗯结果呢他们在同一年也就是他们离婚后的隔一年的八月 三十一号的凌晨丹安娜王妃呢他当时就是跟这个多迪法爷之为了要躲避狗仔哦就在法国的巴黎的这个阿尔玛桥的隧道之中的发生了车祸然后两个人就当场死亡这样嗯我相信呢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那个新闻甚至爆得非常非常的大嗯我不知道大西小时候有没有印象看到这则新闻有有吗对啊但但对我那时候的我额言就是想说 哦这个丹安娜王妃死了就这样哦就这样因为因为我对历史不了解嘛我就只会知道说哦他是英国的一个人这样对英国一个皇室的成员就这样前成员对但我其实印象很模糊就只会说哦一个成员挂了嗯嗯嗯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差不多这种感觉嗯但是你长越大你就回头看就是丹安娜王妃他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然后他好不容易离婚之后呢找到了好像是找到了一个真爱然后想要再重新开启第二人生哦 结果哎就结束了对没想到他在36岁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死结啊我觉得就是很可惜啊好人不偿命对啊3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哎我是觉得你看哦他如果现在还在世的话是61岁我刚刚讲哦你会知道说其实你看原本有一个大好的一个大半人生嘛对不对所以你会知道说当时这个狗仔可真是害人不浅当真的但是有一个阴谋论确实是有这样说啊就是说好像不是为了躲避狗仔好像是英国的王室派 在什么什么特种部队然后去给他暗杀掉然后假装成车祸的样子这样哦对但我觉得是阴谋论就是可以知道说其实英国王室啊对于丹安娜还在世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点点既尴尬又怕受伤害的感觉这样就是说哎唯一方面希望说这个丹安娜王妃可以对我们已经失去很多光芒的英国王室增添一点点这种美光灯焦点的这种注目啊哎结果呢哎进来之后呢好像就处的没有说很好然后就非常 非常的尴尬然后只能冷处理最后面所以我们听到这种童话故事般的王子跟公主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在实际上呢不存在哎到底是不是存在我觉得哎大纳王妃的这个故事呢或许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嗯好啦总之呢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历史故事呢是大纳王妃跟查尔斯王子呢他们在1996年的7月15号被英国的法院呢裁决好他们两个离婚那我们昨天所推荐的电影呢是在2021年上映的史冰赛 然后不知道大西今天在听完这个历史故事和电影之后呢如果一分是哦好无聊那五分是哎好像还蛮有趣的那你会给几分呢五分你会给五分对啊因为史冰赛睡着了你要想要重新再给他好好的看一遍哎有一部分的成分是这样啊嗯对啊哎对大部分的原因好像是这样但是这种听到这种八卦什么的好像大家都很在意啊对啊就是八卦谁不爱听嘛就是有机会把它补起来好像也不错 但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啊就说呢哎我们现在听到一些政治人物啊总统啊什么的嗯我们好像就是哎也是很喜欢听这种八卦小道消息这样嗯哎可是英国王室啊每天在那边搞这种八卦然后又要吃人民的税啊你不觉得如果你身为是一个英国人民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王室很废啊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我就当缴税给他们是娱乐税啊哦你觉得是你觉得是他们娱乐我们是不是也只能这样想吧不然怎么办哦你看动不动就离婚动不动就 来一个什么八卦消息啊对啊他们本身就是最好的肥皂剧哎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家或许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是英国人民的话你看到哎英国王室搞出哎一下离婚然后一下又结婚然后谁谁谁跟谁结婚的时候哎你会不会觉得就是狼来了啊或者之后他们一定必分啊等等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多这种可能七嘴八舌会讨论这种这种私领域的东西的时候呢哎好像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当英国王室的成员应该是压力非常大真的 除非你是女王啊我觉得除非你是最上面的那一个真的对啊要不然你看最近那个什么新闻又爆了一大堆有了没的哦我就觉得说名人啊名人的这个私领域的生活真的是压力很大嗯很难想象的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历史故事还有我们所推荐的电影啊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或什么来看过这部电影呢都欢迎在留言区上留言或在首播的时候来跟我们做互动哦当然呢如果喜欢这部影片或声音的话也别忘了按赞追踪我们脸书粉专 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IG以及各大声音平台也别忘了在Apple Podcasts和Spotify上留下五星好评并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推荐和分享我们的节目让更多人教我们的讨论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H&M36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下次再见拜 拜拜